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非 莲花永远问的 师生师母 生活中好 当年释迦牟尼佛要离开人间的时候 文书师弟菩萨问 师尊何时再来 释迦牟尼佛打 无来无弃 但法光自在佛师尊 你却发愿生生世世 粉身脆骨度众生 那是我以前发的愿 我以前发的愿 又 帝尊王菩萨发愿 地义不空 事不成佛 那个佛 菩萨所发的愿 有天然之别 弟子的理解是佛 菩萨 看待众生 都是一粒平等的 佛跟菩萨之所以发不同的誓愿 是应众生而来 为使众生脱离苦海而花艳行艳 不知弟子的理解是否正切 请师尊师宜 他问的 就是他也问 但是他自己答 就问说他的这样子想法 是对还是不对 这个师尊啊 这个卢师尊过去有讲 曾经发愿 发愿生生世世 粉身脆骨度众生 这是我过去发愿 这是我过去发愿 不能忘掉 不能够忘掉 那帝尊王菩萨也发愿 地义不空 事不成佛 他自己答 他自己回答 那个佛跟菩萨所发的愿 是有差别 但是弟子的理解是 佛跟菩萨看待众生 都是一粒平等的 当然佛跟菩萨看待众生 都是一粒平等的 佛跟菩萨之所以 发不同的誓愿 是应众生而来 这个也没有错 发了愿是为了众生 为使众生脱离苦海 花燕行烟 发来烟 还去做 不是弟子的理解是这样正确吗 大家回答 怎么声音那么小 才两三个人正确 其他不讲话的都是不正确 正确吗 正确 这才像话嘛 每一个都不讲话 都是闭口 难道你们知道沉默是金吗 还是知道开口戒飞 沉默跟南辉莲花永远讲的 了解 沉默 我是默 柳 老师 阿 cultura 哉 放了 有 不 没有 我